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涨了153点 其中我们看到台积电今天收盘是涨了有6块 收在458块半 今天盘中最高的供到460块 看起来台积电有机会再创新高的价位 另外台积电相关像精彩涨停板 创意涨停板 今天台积电相关的首属企业 今天表现的相当不错 所以大盘还是跟着半导体的节奏在走 包括像联电今天涨幅也很大 超过4%的涨幅 联发科今天相对比较没有表现 不过联发科在上个礼拜就已经重新占回了700 今天收702 涨幅是0.29% 销涨2块钱 另外在IC设计的部分 联勇表现得非常亮眼 大涨7%多 收在293块 因为这个价格涨深的体材了 日月光投控这一波的强势股 今天也占上了70块大关 收70.2 上涨1块半 涨幅有超过2% 那玉金光今天收涨29块 涨幅有超过5% 收在598块 差2块可以涨回600块 那今天整个盘面 看起来是红通通 很多股票都趁势往上攻 那至于说美国变天 跟台湾的产业有什么相关联性 我们赶快请教投资家日报 申请总监 请总监你好 穆华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个半导体感觉起来 也是沾到了费半指数大涨的光 费半指上个礼拜大涨了12% 所以整个半导体会是未来的重心 跟主轴吗 就是大盘上涨的节奏上面来讲 目前看起来应该会是 蛮有这样子的企图 那首先我首先来讲一下大盘的部分 因为每一次台股来到了一些 整数的关卡的时候 投资人都会流传出一些顺口流 比如说先前来到万一的时候 会说只怕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所以大家到了万一就想要调节股票 然后今年来到万二的时候 又市场又流行的一个顺口流 叫万二赢为首 就是希望大家来到万二的时候 要尽量能够持赢保态 能够落贷为安 那我个人是认为了 其实万二赢为首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已经不适用了 接下来的一个状态了 应该接下来投资人 应该要积极的进场去布局 因为台股即将 青州已过万冲山 我觉得这个台股向上的力道 是非常的明确 那会有这么明确的一个状态 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当然是资金的一个行情 我们看到今天新台币一度的不断的在强升 如果没有央行在尾盘的时候去主升的话 其实台币这一波的升值 其实真的是深深不止 而且我们认为整个美元持续走落 台币持续走升 应该也是这未来办了一个蛮明确的一个方向 因为资金的一个行情会让整个台股欲小不易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半导体这个产业 其实我觉得它给台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定心丸 那刚才木华哥有特别提到说 费城半导体在上一周 其实是大涨了12% 那我稍微统计了一下 其实台股跟美国的四大指数 就是道琼还有纳斯达克 S&P500跟费城半导体 这四大指数 如果从2019年1月1号 一直追踪到上个礼拜五的话 其实相关系数最高的应该是费城半导体 他们两者的相关系数 其实是高达0.93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相关系数 那当然费城半导体 它的成本股不多 其实只有19档而已 所以其实这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反映台股 有这么多档股票的一个面貌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 但是从历史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 费半指数持续走高 对台股来讲确实是有很大的抑注的效果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台股中的科技股中最有竞争力 也就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 就像我先前在木华客节目中不断跟大家强调 就是未来你想要投资什么产业 如果以台湾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当然要投资最强的 因为台湾现在目前几乎所有的产业 不管是面板LED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能够所能点的 甚至连光学镜头 这些产业其实都有可能被 都有可能被中国大陆追上 甚至已经超越了 但是只有一个产业 中国大陆未来五到十年 是完全看不到台湾的车尾灯 其实就是半导体产业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台湾半导体产业 其实它还会是市场最主流的一个产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 那另外重新再回到 就是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费城半导体其实上一周的表现会这么好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关键 其实就是在于 悬挡多日的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随着 虽然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认输 他可能会打所谓的法律的诉讼战 但是拜登应该看起来已经成功的 拿到了超过270票的选举人票 这个已经越过了当选的门槛 所以可以说是大势底定的情况之下 美国其实已经再度的出现政党轮替 那这个的政党轮替啊 会不会让过去这4年 川普对于中国这么强硬的这个政策 会出现所谓改选议策的变化 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目前关心的一个部分了 那其实之前其实当美国在打 川普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认为他会打到科技产品 是因为如果美国要打科技产品的话 其实他自己也会受伤蛮重的 是因为美国非常多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公司 他很大一部分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也许钢铁可以跟中国大陆打 然后一些原物料的东西可以跟中国大陆打 或者一些传统产品可以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 但是在先前都不 大家都普遍不认为会打到科技产品 但是很明显的川普完全不理会 金融市场原本的预判嘛 他完全不按牌理出牌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把整个矛头指向的 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子厂商 像封锁华为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其实都是 过去我们在看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是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其实他不是一件好事 是当然他可以表面上可以维系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 或者是一些科技产业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技术领先的优势 因为可能变成中国没有办法取得 美国的一些相关高科技产业的一个辅助之后 他们必须得瞎子摸 虾子摸象或者是摸石头过河 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起他们的一个 他们想要建立的产业的供应链 但是这个部分是非常困难 但是最受伤更大的其实是美国这些科技公司 那我先前有在慕华各节目中有讨论过 其实很多的美国公司 它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的比重都非常的高 比如说高通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的晶片公司 它有64%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营收的贡献 那像Broadcom 这个是网通晶片的一个半导体的公司 它有48%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贡献 那另外像德州仪器 这个是半导体的一个设备制造商 它有43%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营收比重 那美光这个全球第三大的记忆体 这个40%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营运的贡献 那另外还有这个叫做赛林斯 赛林斯前阵子被AMD收购了 那它主要的晶片用途是在工业 航太国防上 它有25%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营收贡献 那N字谱这个主要的半导体的晶片的应用 在车用跟汽车电子的这家公司 它有39%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营收的贡献 那Intel是全球最大的处理器的半导体的公司 它23%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贡献 那NVIDIA绘图晶片 这17%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贡献 所以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其实都是 费城半导体的一些主要的成分股 其实当他们因为中美贸易战 或者是川普他比较抗 强烈抗中的这个态度出来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维系住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失去了蛮多的订单 这个是不可会员的 那如今其实拜登上 可能再度的上 比如说在美国再度出现的政党轮替 那拜登的政策其实比较像是 他有几个主要的政策 不过有个很大的政策 他就是觉得要 他觉得要先处理内部问题 再去解决外部纷争 所以他看起来在整个外部的 这个贸易战的这种冲突上 他应该不会采取像川普这么强硬的方式 所以这也让整个看到上个礼拜起来 其实这些半导体的公司股价都纷纷出现大涨的走势 其实大家就开始反应 我先前原本以为消失的订单 现在又感觉又可以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就带来很大的一些收益性 那如果举几个例子来讲 像德州仪器他过去五天的交易日 从146美金涨到157美金 涨幅再到7.5% 那高通从124美金涨到145 涨得16% 然后波抗他从355涨到380 涨幅大概7.2 那美光从50涨到55涨幅约10% 那赛林斯从119涨到114涨得12% 那恩智浦从136涨到146涨了7% 那AMD从75涨到85涨幅是13% 那涨幅其实更大的 其实就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设备公司应用材料 他从60块涨到70块涨幅是超过16% 所以看起来其实原本 市场应该目前开始是在反应 就是拜登上任之后 可能会对于中国在半导体的一个禁令 可能会有有条件式的开放 那他有条件式的开放 刚好搭上 我们前阵子有听到 其实中国大陆他们在原本在自己去发展 半导体的金源厂 但是结果出现了很多烂尾楼 就是投资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 如期的去让他生产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许会让中国大陆 他们在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时候重新去思考 好像要自己去 应该说摸石头过河这件事情 或者是借由外力 或是借由像美国或台湾的经验 其实这个应该会让他们更容易去发展 他们的半导体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拜登的一个胜选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会在半导体产业会出现结构性的改变 这个结构性的改变也会让过去这四年 其实大家原本对半导体比较担忧的一些 不确定风险就慢慢的给拿掉了 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开放 或者说这种想象 现在目前应该还是停留在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初阶段了 对对 因为到底拜登上台之后 他对中政策到底是什么 这个还是有个大问号 会不会延续川普的这种强打的政策 美国其实也不是一个总统说了算 我觉得他各部门 国防部商务部 他都有他技术官僚的一个看法跟意见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大陆这个是美国最大的 这个半导体的市场 像美光40%的这个记忆体 是卖给大陆 所以说美光为什么要在台湾 投资这么多 前前后后美光在台湾投资 已经快一兆台币了 这个现在还在大兴土木 在盖场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要运用 台湾的这个软硬体的 在半导体上面的优势 然后究竟就是 吃下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或者亚洲整个 记忆体的大市场 你看美光在台湾 他其实除了自己的场以外 他还有先前吃下华雅科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陆的确 在半导体上面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大的 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那当然美国厂商 都要做这个生意 但去年前年 就是被川普打乱了这一盘棋 不过拜登上台之后 会不会对中国大陆 整体半导体解禁 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 他有些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美国商务部 对于像 不是这么敏感的一些产品 他其实也都有放一码的情况 对啊 因为毕竟市场真的太大 对啊 像高通啊博通啊 像美国申请 这个出口许可证 他也是有让他申请过关嘛 对啊 因为美国厂商还是要做生意嘛 他如果没有这个营收的话 他也不能再发展 他下一代的技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不过就是说他全面解禁 我觉得几率不大了 因为毕竟这个涉及到国家竞争的问题 那至于说大陆要不要发展 他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他肯定要 一定要的 他这次也被掐住了脖子 他也知道说 他在整个晶圆代工的部分 在整个记忆体的部分 在IC封测的部分 他也要把他的产业供应链建立起来 至于说大陆在晶片设计上 IC设计上 其实是不输全世界主要这个晶片设计地区 像台湾美国 你看他华为设计出来的这个5G的晶片 其他的跑分是远远超过高通的 因为IC设计 其实他能够起来的原因 就是市场在哪里 IC设计公司 他们就能够在因应这个市场而崛起 但是因为设计的过程 其实都还是画图 还是纸上作业 其实半导体最困难的 反而是把这些设计的这些图 能够把它量化成一个产品 然后把它产出 而且用好的良率率把它生产出来 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难去跨越的 这也是中国大陆必须得去克服的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一年进口最多的商品一共有四个 一个就是石油 那石油它本身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 它一定得进口 另外一个就是铁矿石 它本身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的供给量 所以它也必须得从别的国家进口 但是有两项科技产品 是它这几年蛮积极想要做进口替代的 一个就是半导体 一个就是面板 那面板蛮成功的 他们这几年已经完全的面板的产品 已经可以自己自主了 这个在十年前还没有办法办到 十年后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当然也把台湾的面板公司打趴到地上 然后当然这段时间面板产品的报价有稍微回升 其实是似乎当面板产业找到一点出入 那当然半导体这一块其实 IT设计不难 如果就制造跟设计来讲的话 其实真正的困难点是在制造这一块 尤其是越高阶制程的制造 其实它的难度会非常高 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10奈米以下的全球能够有能力生产制造的 就只剩下三家公司 一个就是台积电 一个就是三星 一个就是Intel 那如果它有这么容易的话 其实全球其他厂商都会切入 搞到后来只剩下三家 就是它跨入门感真的非常的高 那另外电子产品 它比它的这个比这种性价 就是应该说比这种高功率 然后低耗电的 低耗电的这样子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更强 就像我们现在买的新的手机 大家应该不想要手机用一下就没电 所以用更高阶层用更高制程去生产的晶片 它就能达到可以维持好的效率 但是又比较省电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竞争又是会越拉越大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这也是你刚刚讲说 为什么大陆半导体 它整个现在目前在收烂摊子 因为像什么武汉红星这些 就是说它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有省级地方政府 所主导的这些半导体投资案 其实很多涉及到所谓的 没有这个条件 也没有这个实力 甚至涉及到一些金融操作的面向 你搞不起来 你省级没有这样的条件 第一个资金的问题 第二个技术的问题 第三个主办方根本可能 他本身就纯性不良 所以说他现在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把这个像武汉的 或者说厦门等等 很多一些烂摊子 他现在把它收掉 忍痛把它切掉 然后他全力要投注在几家 这个主要的公司上面 我觉得把资源其中 他现在目前在做这样的一个收容 是对的 他比如他 他现在就两家公司 一个华润维 一个中芯国际 这两家是他未来在 金源代工上面主要投注心力的 但是他们再怎么做 其实就好比其实就是汽车 就像台湾发展汽车产业 再怎么发展 永远那颗引擎都做不出来 永远都是得仰赖 你说他永远做不出来 我觉得可能有点武断 我觉得长期他还是有他的条件 他要发展 他有一定他的条件 只是说 应该是说 半导体设备的问题 因为他会一直进步 他可以追上来 但是追上来之后 别人已经跑更远了 所以他永远都是在后面追 就是变成 当台积电已经来到5奈米了 连电现在还是只能在20奈米 28奈米 甚至14奈米这边前进 他会越差越 但他也许他跨到14奈米的时候 台积电又往前跨到2奈米了 就是那个差距永远都会在 然后当然这几年 有摩尔定律要碰壁的问题 台积电也想办法去做一些突破 那等他又能够突破摩尔定律的时候 他跟竞争者的拉锯 差距又被拉开 所以他是一个一直在追赶的 他不像面板产业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 没有太大的技术 其实他变成你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当对手没有办法再前进的时候 你就追上他了 那半导体是一直在前进 一直在前进的过程中 其实要追上 其实有真的很大的困难点 那另外重新回到拜登这个人 他会不会去改变整个川普的一个 抗中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或许我这两天在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就我自己的经验 周遭的台湾朋友好像大部分都在选前 大家都比较希望川普当选 但是拜登这一次却获得美国史上最高的普选的票数 超过7500万票数 这个一定是他背后有一定他的一个让人家幸福 或者是让人家能够愿意投他票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后来就去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拜登这个人确实是真的了不起 他真的一生都在跟命运纏斗 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他蛮能够代表美国 就我自己从背后背面的故事来看的话 蛮能代表美国精神 那拜登他是出生在1912年嘛 他现在目前已经77岁了 所以如果他就任美国中央应该已经是78岁 这应该是美国史上 在这里是美国史上最年纪最大的一个总统的 那他一生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真的还很多转折跟变化 那比如说他小时候患有口疾 他常常讲那个拜拜 他会讲讲讲不出这个灯出来 所以其实他同学都会嘲笑他 就给他取个外号 但是他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很努力的去 每天站在镜子面前学习 然后学习怎么去演说 然后变成一个像目前比较可以演说的一个演说家 这是他从小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那他在1972年的时候 他当选了美国当时最年期的参议员 但是同一年啊 他的妻女跟小孩子发生了车祸 那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女儿都在那场车祸中伤亡嘛 然后他的他的儿子头部重伤 那他为了这件事情他甚至想要辞去参议员的工作 但是后来是他们的党鬼劝他说不要做 所以他后来的37年每天坐车两个小时 往返家里跟跟他上班的地方 然后连续37年每天往返四个花四个小时通勤 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 比较让我们觉得更 让我们觉得他的故事性 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上网去看 我觉得他会获得史上最多 蛮励志的啦 非常励志 我看完之后是蛮动弄的 好谢谢 谢谢